中国广播网报道呢 最近在河南的一些医院的楼道里面 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卖英广告 而且还是明码标价 男孩标价是36,000 女孩呢24,000 根据广告上面的联系方式 记者是拨通了电话 对方就信誓旦旦的说呢 保证孩子不是管卖来的 而是已经卖了40多个了 交易的过程也绝对的安全 还说这些小孩大多数都是私生子 很多外来打工者 没有能力抚养就送人了 另外呢根据记者的暗访 现在有很多福利院 基本是领养不到健康的孩子 正常的孩子呢 会通过另外的一种途径呢 进入家庭 这个隐形的市场 对于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来说 已经似乎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你卖我买你请我愿 交易的双方看似是各取所需 却已经踏过了法律的红线